軍部重提惹心家 政變再添新人 彭帥只是第一槍 習近平做錯兩件事 直擊中共 古斯曼直言訪台目的 美國防部報告揭共軍對台目標 香港鍾翰林明言認罪 但問心無愧 黃金平獲售日本 翼日大受章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4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中共軍部日前一篇重提惹心家 陰謀家的文章 獲得黨刊求是轉載 可見文章的份量 槍桿子與筆桿子一向是中共權力鬥爭必不可小的參與者 軍部這篇文章因此受到外界關注 再加上中共政法系由一耀元曾恩 在11月4日據傳已投案 他與涉嫌政變的孫力軍等人關係飛淺 軍部這篇文章提為 透過中國之志 看領軍之際 其中兩大表述引起關注 一是說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 有效防止野心家陰謀家散奪軍權的圖謀得請 二是說 只要有這套制度做保證 黨和國家就亂不了 部隊就散不了 陰謀家就反不了 阿波羅網認為 按照中共缺什麼 喊什麼的雜性判斷 這恰恰說明 中共軍中 黨中 隨時會亂 隨時會散 阿波羅盤點發現 至2015年以來 中共軍媒已經是多次提出 部隊就跑不了 陰謀家就反不了 國家就亂不了 這種說法 如此頻繁重複顯示習近平對軍隊的控制 達不到絕對穩固 除了槍桿子不夠穩妥之外 刀把子 也是習近平一大隱患 中共廣西政法委書記曾欣 最近QK地連續缺席多場重要公開活動 11月4日 聯合早報發自北京的報道稱 曾欣被傳近日投案 但消息上未得到官方證實 有關人士分析 曾欣如果落馬 或與官方深惑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案有關 觀察人士普遍認為 從中共中紀委軍的雙開通部體 孫力軍涉嫌圖謀政變 2020年湖北疫情爆發之初 曾欣正擔任中共湖北副省長兼公安廳長 時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就以中央派駐身份在湖北指揮抗疫安保 香港《明報》此前發文說 2020年3月 習近平到訪武漢 曾欣還參與安保協調 當時媒體曾披露 習近平這場武漢考察 安保極度嚴密 當地警察國安一律靠後站 而且配槍不能裝子彈 現在看回頭這段紀錄 習當時可能已經收到風聲 習近平視察只是一個月後 就是2020年4月孫力軍就落馬 再過了兩個月就是2020年6月 曾欣從湖北南調廣西任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視頻人陳破空在最新的直播節目中分析說 曾欣去年6月被調往廣西 就是習近平的調府離山 之後習家軍進一步調查曾欣 是否與孫力軍有關 現在曾欣突然失蹤 很可能就是被證實 涉入了這個政變或暗殺集團 陳破空說這個政變集團 逐漸從6個人擴展到10個人 除了副部級的孫力軍和傅政華之外 還包括江蘇政法委書記王立科 江蘇省安全廳副廳長賢明 江蘇省刑警總隊長羅文進等 最近又加入上海政法委書記陳仁和曾欣 名單就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雖然目前被曝光的成員 還是以地方官員為主 但陳破空提出 未來是否會滾到正部級 甚至富國級及正國級都很難說 從11月8日下星期一開始 一場年度政治大戰要在北京上演 習近平要在為期三日的中共十九屆陸中全會上 推出第三份歷史決議 提高自己的執政地位 為二十大鋪路 為此 習近平正全方位打擊政敵 但問題是 他只限於展群邊 始終未能觸及反習核心 江澤民和曾慶紅 中國網求名張彭帥 11月以後深夜發文 揭自己被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 脅迫發生不倫關係後 微博刪帖 中共官媒沉默 都擋不住醜聞的傳播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彭博社 都重點報導了這件事 聚焦中共官場醜態 中國盟運人士王丹 11月3日在臉書發文分析說 中共高官不貪淫才出奇 但整件事十分耐人尋味 首先是 實名舉報前政治局常委 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抵氣 是誰給了彭帥這麼大的膽 其次是 在中共十九屆陸中全會即將召開的前夕 爆出這段緋聞 時間點實在太巧合 黃丹強調 張高麗是江澤民的親信 明了這一點 此案的罪雍之疑 就不難想像了 但更耐人尋味的是 為什麼習近平掌權至今 還需要大動作敲打江派人馬 事情很清楚 習近平絕對不像外界以為的這樣權力穩固 但目前也出現另一種解讀 認為是江澤民派系故意出賣張高麗 授意彭帥拋出這一重磅醜聞 目的是轉移習近平的注意力 令習無法顧及上海幫 無論哪一種猜測 至少在一點上有共識 就是彭帥事件 只是第一槍 二十大前 甚至六中全會前夕 中共政壇可能還有大事發生 從官媒近期為第三份歷史 決議的造勢來看 習近平意圖跨過鄧江湖三界黨魁 直接被堅毛澤東 為此他近期全面打擊反習勢力 如果整縮高科技公司與金融系統 收割江曾派系的錢袋子 政法系倒查二十年 瞄準多把子 兩度晉升常將 其中更包括最年輕常將 54歲空軍司令常丁球 來握住昌干子 重用中共中宣部長王坤明 據傳第三份歷史決議就是 由王坤明主導 鋼牌色彩濃厚的常委王滬寧未能參與 這是習近平重整不干子 此外與張高麗同屬江派的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尹家水被捕 曾慶紅侄女曾寶寶旗下花樣年受困 都被認為是習近平在清算對手 不過習近平始終未能做到擒賊先擒王 沒有真正觸動反習核心江澤民與曾慶紅 同時在全球圍堵共產極權的當下 習近平卻將中共視為自己權力的來源 堅持抱緊中共 這都為他的習權之路埋下地雷 在二十大前 習近平與中共還將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 歐洲議會13人的代表團11月3日下午 派回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 代表團主席古斯曼致辭時表示 台灣面對北京這樣的威權體制 仍然勇敢摧連出屬於台灣的民主 這一點令人可敬可惠 古斯曼強調此行目的是希望借鏡台灣的經驗 協助歐盟成員國對抗外國的干預勢力 古斯曼還表示 中共希望終結台灣經驗 歐洲人需要協助台灣這個民主政壇生存下去 並一直戰下去 這個由13人組成的代表團 又名外國干預歐盟民主程序特別委員會 主席古斯曼是曾被中共制裁的法國籍議員 一行人3日上午抵達台灣 一落飛機 古斯曼就喊出民主萬歲 代表團將會見蔡英文 並與台灣各界交流 如何抵抗虛假信息的經驗 古斯曼表示代表團訪台 是釋放支持台灣民主的強烈信息 中華民國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表示 歐洲議會史上首次派現官方代表團訪台 不僅具有重大意義 也充分展現台灣與歐盟的合作交流日益感密深化 民進黨立委黃定宇在臉書發文指 歐盟代表團點名是因為 歐洲抉擇受境外勢力代理人和假錯信息干擾嚴重 特別來向經驗豐富的台灣情益交流 再次點出中方對台假錯消息 和台灣境內代理人的灰色戰術 美國國防部11月3日公布了一份 年度中共軍力報告 針對台海安全局勢 中共對台軍事施壓 中共可能對台採取的軍事行動等 作出完整詳細評估 報告指 中共迅速推動軍事現代化的目標是 在2027年具有在印太地區對抗美軍的能力 並迫使台灣領導層 根據北京條件進行談判 報告指出 中共從未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2020年中共對台灣外交 政治與軍事施壓加劇 共軍在台灣海峽周圍進行 好像倒序侵佔行動演習 也多次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 共軍也持續為台海突發可能做準備 同時威嚇美國等干預 報告強調 台灣是先進民主政壇 也是關鍵經濟與安全夥伴 美方自力深化與台灣關係 亦持續對台軍受 並反對任何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社會或經濟體制的數珠武力 或其他形式協弊 3日當日 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 在阿斯本安全論壇發言時強調 美軍絕對有能力捍衛台灣 免於受到中共的攻擊 香港學生動員前召集人鍾漢林 因被控村謀發布煽動性刊物 分裂國家及兩項洗黑錢罪 11月3日在區域法院開庭 鍾漢林承認一項分裂國家罪及洗黑錢罪 案件將於這月23日算盤 現年20歲的鍾漢林 是繼光時電自行車手唐英傑 和第二代美國隊長馬進文侯 第三位被港府定罪的國安法被告 也是國安法下被定罪的最年輕被告 3日當日 鍾漢林親自在庭上答辯 承認了控罪中的分裂國家罪及洗黑錢罪 並表示自己民心無愧 國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慈 隨即告訴他不可發表政治宣言 根據港區國安法 分裂國家罪的最高認期為終身監禁 但因目前在區域法院審訊 該層級法院判罪最高認期為7年 鍾漢林至去年10月底已經開始被關押 去年年底被控侮辱區旗及非法集結罪成 已被判處監禁4個月 鍾漢林此前所屬的組織學生動員 她的成員先後被控涉嫌 違反國安法 日本政府11月3日公布了 2021年秋季外國人聚訓的受訓者名單 台灣共有3位受訓者 包括前立法院長黃金平 國策顧問何美悅與台中保國善治主委林善超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感謝3人長年在日台關係發展上的無私奉獻 其中黃金平被日本政府授予最高級的 抑日大受章表彰他對促進日本與台灣間的 無論有好 日方還以極具貢獻感謝黃金平 黃金平是台灣第三位獲最高殊榮 抑日大受章的人士 前兩位分別是2015年的前考試院長許水德 及2017年的前司法院長賴浩敏 國策顧問何美悅被授予抑日重光章 表彰他對日本與台灣在經濟、科技等領域交流的貢獻 另外台中保郭善治主委林善超被授予抑日雙光章 日本政府對本國及外國人頒發抑日章 是以對國家公共有功勞者中 有引人觸目的顯著公職為主要條件 抑日大受章是抑日章最高級 今年秋季獲得這項榮譽的共五人 除了黃金平外 另外四位分別來自美國、意大利、 古茲比克和麥克羅尼西亞 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 下次再會